制式的要求就是就内部控制的部分 我们必须作为宣导跟在教育 因为这样的内部控制 其实我们是依照教育局的范本 需要订定的 可是其实往往他们订这个的部分是 教育局他并不希望有风险发生 大家都会觉得说 他们订的一些 让我们炒所谓的范本里面 都会有一个制式的 就是说按着这样的SOP走 他就不会发生风险 就风险他会降到很低 而不会有错误的发生 那其实我们这样一直执行一来 我们都按着这个来做制品 那就去年来讲就有关 午餐执行的部分 就经费的部分 因为他这边本来是写说 午餐执命营养师人出工 做经费的控管跟采购 相关的经费收支 那这个部分 除工的部分就是应该是我们学校的出纳 跟我会计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在这里我们做个小微调 这个部分 那在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会做内部控制的制品 那再麻烦各处是 去做一下自己本身 就这个内部控制奠定规范内容的制品 然后还有一个 可能我们的行政座行接 那我的内部控制制品 每一下我只要有一份 不要来告诉我上学期是谁下学是谁 或105年学年都是谁 106学年都是谁 我只会有一份 因为我们看的是106年度 不要好几份 用好几份 我没有办法替大家汇总 因为这样的内部控制制品 是各处是各主自己的 包括我们的校外教学 我们有分很多的校外教学 有教务处的 有副委会的 有学务处的 那麻烦请虚语主做 所以就一个汇整的校外教学的内部控制 那这是以上的一个介绍 那在扫边 你们就不会来找我了 等就自己必须去从啊 不是啊 我还是要去想办法啊 那之前我们开主管会议的时候 有出事主任提出来的说 希望可以像以往张主任的时候 可以有这个处事的经费预算变链 我也同意 因为你们去各处是有经费预算变链之后 我就可以不用管你们 反正前来运动会多少钱 不够自己去找 那可能就明明打给教育处 我再抢上来 打给副委会 我再抢上来 然后再上签证 那我要讲的是 其实如果就国中部教育局核定我们明年运动费的运动会的经费只有12万 就他核定的额度哦 核给我们的运动费经费只有12万 那因为我女儿昨天去报道嘛 然后大方国小就说 他们明年要扩大100年度的运动会或校庆的时候 那是逢有的学校逢舞就要扩大嘛 那这样的经费其实是不够使用的 那我的原则就是教育局定格我们的规则 我们就这样活 尽量让自己活得很好 而让各处事不要为了经费而烦恼 所以各处事目前的这些状况 都还是可以照你们历年的方式去做运用 可是如果有我们大计划或大活动的时候 麻烦还是你们要做工作分配的同时 麻烦把经费该算表演让我知道一下 因为我们总要找经费来做这样的执行 给我知道不是告诉你说哪些 可以至少让我告诉你们 哪些是可以执行的 哪些必须我们要去自从的 或哪些我们必须寻找经费的部分 那我们107年度 因为我们现在出去竞赛的运动评项比较多 那报名费 不知道为什么市长杯的比赛也要报名费 那所以我们明年度 我移了我们国内出餐礼费的5万到 那个出去竞赛的经费 有25万 有20万调到25万 那这个经费就来自于各位 感谢你们把出赛领费留下来 然后把他移到去给学生做对外去竞赛的部分 因为我们目前 其实我也希望学生越打越好 就一直往上 所以他们的比赛天数就越来越多 像一个羽球出去 或者我们的溜冰出去 每一项单项双打 什么都要报名费 包括我们台湾市自己办的市长杯 目前都来收报名费 不知道 而且那只是社团线出去比赛 我并不希望因为经费的问题去宣说孩子出去表现的机会 所以以上我们做明年度的预算的简介 那个教学组觉得终点费 一百多万够用吗 立志老师 在哪里 请教人如果少一点就够 什么 请教人少一点就够 对不对 简介了 我们希望老师多生个小孩 产假 对啊 安胎 对啊 这个部分 那其实在我们的用人费用 其实他给我们其实一直是不足的 所以每年的十月份 他都就当年度的用人费用 使用不足的部分去做查评 所以因为我们今年 有了高中部数学老师 当然来担任我们的行政人员 那中文主任就提出来说 他希望我们有优质的高中 要有优质的老师 所以他希望有个数学的代理老师 那代理跟代课其实经费差很多 我必须要讲 那其实这个部分 我必须创造我的价值 对不对 我就跟中文老师讲说 我刚刚才你就一起了 十月份我们再来争取经费 其实这样的经费应用 实际上其实应该要讲的是 当歌出师把小块小块拿走的时候 没有办法做成一个大鱼缸的应用 你把大鱼掉完 那你自己没有钱 尤其歌出师经费在应用上 你没有到十一十二月份 没有一个出师敢说 自己会有把经费留下来的状况 不会有 绝对不会有 为什么 大家都必须要保守啊 如果哪天我自己要用钱的时候 我还要去拜托其他出师吗 不要这样子 其实我希望是各个出师的经费上 大家是一起应用的 那帮我们的辅导费的结合款 也是大家一起应用的 教授有没有问题 同情 都可以吗 没有问题 医生老师谢谢你哦 好谢谢 我们先感谢一下我们方权主任 先送的比较大的 哦谢谢 MDA的背包 我们想先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可以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有说话 我们今天这个外界 哦 没啦 哈哈哈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谢谢 有吗 大家对经费上的应用 你们觉得 实在是快速的熊机车啊 仅不够拍赢耶 怎样的规定 可以做解套的 有没有 诶 诶 还要好好赢耶 我们今天有这样何问题 然后你说 我们在执行国教署的计划 例如说均有直化 那我上个礼拜去参加那个经费说明会 然后提到一个项目是我 我不知道什么弄出来是 以前都做错 就是印刷费 印刷费 因为我记得印刷费是可以去 例如说购买纸张 油墨 这些碳粉 这些定制 那请问一下 这个是教育局的规定吗 因为我在那个 国教署的说明会里面 他告诉我印刷费 这些全部都不能买 你要支印刷费 要有印刷厂的收据 的单据 对啊想说 那像如果说 如果说像我们 虽然是国教署计划 但是我是跟教育局申请经费 那我像这个地方 我应该是依照 依照国教署的规定 或者是说我应该依照 教育局的规定去做 我像定刷费的合销 好谢谢 其实我们的经费 是由 啊送送 送以虚地谁能听 你要 那可以颜色吗 哈哈哈哈 其实要清楚 好 上掌声我们接下来 送五个 哈哈哈 这是生生还是爱国的表现 其实我们由教育部 或者是中央的款下来的经费 其实都是透过教育局给我们学校的 所以其实教育部给我们的时候 那我们的工工婆婆在家里 在教育局 因为其实像我们今年初三月份的时候 是教育局来审查的 那其实就教育局来看 他的审查的经费 他是比较保守限缩的 那他为什么在市政府里面告诉你 只要用这种影印资料的 纸张油墨甚至碳粉 他可以做印刷费上面的合销 是因为他希望你自己租机子 自己付人工 自己来做印刷的动作 可是就国教育 天龙国来讲 他觉得 这个就是我要让你出去让人家印的啊 你在干净用给你探烈喔 那其实他的观点就是在这里 那我的原则就是 我会尊重教育局 他给我们的使用方式 那当然如果国教署 对我们这样的使用方式 他觉得执行上有意见 那他审查之后 给我们的审查意见 这个部分如果我的原则就是 我们刚训问我们的理由 当生父不过的时候 生父不过 觉得我们还是要委外 对外去给人家印的时候 即用盘的时候 那再尊重啊 因为其实我们目前执行状况 都是教育局来看 那执行到现在 教育局只对我们的终点费的运用 有疑问 就这样子 那实际整个凭着他们翻阅之后 因为我有 其实我跟教育局 开始的说明就是 我们本身有租邮应机啊 我们有邮应室 甚至教育部 教育处里面有邮应机 那这个部分也是属于我 学校印刷的动作 只是这个动作 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要完成这个动作 不用油膜跟紫麻 这样的生父的意见 他们如果接受的话 其实 为什么要 我 比较节省的方式 为什么要去阻断他 我并不这么认为 所谓教育部 国教署来做 审查的时候 他对我们这样的生父意见 他觉得不行 有意见 那他要收回 我还是有 我还是有办法 给各位经费去做运用的啦 应该这样讲 那原则上 我还是尊 我们还是尊重 教育局的执行方式 谢谢终于主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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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